现在台湾这几年 像刚刚我们节目前有谈到环保障 就是大家其实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个观念 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了 基本上就是台湾针对环保障 它其实是有规范的 不管你树藏海藏 还是你要做执障 等等这些环保障的名词 它都是每个县政府 它都有自己规范一个区域外 你只有在这里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如果说你随便说 我们是哪边就随便傻 那被抓到是要被罚钱的 但是平常心讲 你偷偷坐这也不会有人知道 我如果撒在我家的花圃 那是你的自由 所以像我们之前就会有一些客户 他就是会带着他的亲人的骨灰 那有些他可能比如说 会带着骨灰去环岛 他就这边撒一点 那边撒一点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说他会把他的骨灰 像现在流行做一些钻石啊 饰品的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观念 其实也都在改变 那我觉得我想要呼吁一下 其实很多客户也常会问我 就是说到底这样的骨灰 好或不好 那我觉得说当然就是 那个宗教的论点我们都尊重 就是这个是信仰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有个 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看 这件事情的话 有个观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时候他讲说 啊这骨灰烧完 就是碳嘛就是骨灰嘛 就是也没有什么灵魂 不灵魂的问题嘛 可是纵使如此 我还是会鼓励 你最好就是树葬 或者是执葬 为什么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台湾的很多宗教 树葬跟执葬 有什么不一样的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树葬 他是以这个政府 他规划的这一块地 那执葬来讲的话 就是比如说民间 像比如说像最有名的是法谷山 他就他捐了一块地 然后就获得新北市政府 那边的认可 他就把这一块 然后规划说 那我们这边就做所谓的执葬去 执葬 执葬 也是植物的植物啊 对对对也是植物的 那跟树葬不一样 对啊 树葬是虎 直接撒执葬是要种进去的意思吗 没有都是要种 都是要种 只是说他树葬 他有个明确的就是 这只是直接执葬 这一块树 那边啊 然后在树的边边 然后他就有个区域 你们就可以在这边 把骨灰埋在里面 那执葬呢 一样 只是说执葬他比较 像那个法谷山那边的执葬 他不是顺地 他可能是个草坪 一块那块地这样子 对对 那但是我们的骨灰也是埋在里面 也是埋在里面 因为基本上 就像我们刚刚有讨认到 火化之后是不是骨灰有大块有小块 但是如果你要走环保障 他不会有大块的 一定都是要把它磨成粉末 然后磨成粉末怎么样呢 就拿一个可溶于水的一个袋子 把它装起来 那像有些就是要自己挖洞 然后把它埋在里面 把它盖好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还蛮重要 那所以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做树葬 执葬是我比较推崇的 为什么 因为最起码怎么样 你逢年过节的时候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 对找得到第一 你祭祖的时候 你还有地方去 再来什么 兄弟姐妹之间 大家还可以联络一下感情 因为大家有各自的家庭 大家都在忙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逢年过节问一下 哎 时间搞啊是不是 全家说 抱着那一刻心 我们要去扫墓哦 去哪里 迪斯尼